好 也介于年轻型中风比例 在台湾是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那么市长魏家贤指示人事室 以预防中风以及认识心肌梗塞为主题 开办了员工协助方案研习的课程 华联市公所10号下午在 静峰生活园区的回栏文创生活艺人教室 举办了脑中风的预防与保健课程 市长魏家贤表示 脑中风在十大死因当中名列前茅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最近也发生了多起公务单位人员 因为心肌梗塞或者是脑充血的不幸事件 市公所特别开办了相关的预防保健课程 公务人员的工作是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多 那前一阵子其实不论是中央到地方 各个机关都有发生一些不幸的憾事 那不论是心肌梗塞或是脑出血 那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那么最主要是来办理这样的课程 是要提醒我们所有每一位的同仁们 了解到脑中风出血的一个状况 前茅到底是怎么样 那怎么样来做预防 那未来我们也有一些心肌梗塞的课程 也要来办理给所有的同仁知道 有一些前期的症状 会有怎么样的状况发生 那也希望说我们同仁在工作之余 如果发生身体不适状况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赶快就医做好治疗 那再来就是未来有心肌梗塞的部分 这些都是有一些前兆来产生的 如果能够提早预防 那病症就能够提早来做相关的治疗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同仁 在为民服务之余 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才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然后也能够进而对我们社会来做更大的付出 施工所的员工也都踊跃起来听讲 希望能够在危急时刻及时救人 你不觉得我是高危险群吗 没有问题啊 真的是这样 希望能够自救啊 真的是这样 要先入知名 要预防生于治疗 因为我们同事是高危险群 以后说不定可以救他 希望对家人有帮助 因为家里阿公就是有脑中风的病史 就是怕会不会爸爸也会有这样的预防 对 10号的讲座邀请到具有重症护理学 内外科护理学 护理教育研究及急救照护等专长的 施天惠博士来主讲 针对脑中风的预防 还有紧急处置做详细的说明 重点是呼吁大家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规律的运动 戒烟戒酒等 以改善体质 并且减少中风的发生 戒律会欢迎时报道